歡迎訂閱蛟龍短劇每日更新 那樣這是我從那三個月的公司 給你買的新品的水機 那樣你答應過我 我只要送你一首給你就跟我約會了嗎 約會 這你也看你 我能拿你手機已經是你八位底的回血了 趕緊滾吧 妹兒 那 好一個九四舔狗 從北宋舔到了二十一世紀 沒一次舔成正 正所謂 舔狗舔狗 舔到最後一如所有 老神 馬上舔狗呢 除了還有誰你 你叫陳天泽 今年二十六歲在電池上班 月薪三千 負債十萬 你交了一個女朋友叫楊妹 跟你童年 我說的沒錯吧 別這麼說 我看你頭頂青青草原 以你的舔狗命 恐怕 那女朋友 很快就把你給甩了吧 那你說應該怎麼辦 你聽改命 一百元一次 掃碼刷卡同售無期 好 我要給你 我不要到你 成交 跳槍 什麼 原來是孟呢 孟裡都是反的 我就說我怎麼會是舔狗 爵士舔狗系統激活 成功綁定宿主 什麼 爵士舔狗系統 本系統可以幫助舔狗宿主 密集舔狗人生 不再當舔狗 舔狗舔狗 每個個都在罵 老子這個舔狗 當定了 我就不相信這個舔狗 沒有未來 看 誰有何的 誰家的舔狗有這袋子 喂 女兒 是生活費不夠了嗎 我真的 沒有你的錢 在你家樓下 你下來一下 我有話要跟你那邊說 看 不僅替我省錢 還主動來見我 這樣的女朋友 去哪裡 哼 我看誰 這副主 沒救了 妹兒 你提前過來 應該跟我說一下 我可以給你報消費費 陳天澤 我們分手吧 分手好 分手 打打打打打打打 為什麼 是我對你不夠好 這是 新買 新墨手機 你把剛才那句話說回好不好 我就當了 但我是微信 實話告訴你了陳天澤 我跟李尚好上了 你一個死田狗 趕緊管 妹啊 還沒有甩到那個田狗啊 我房間都開好了 咱們還玩上次那個人戲 有一次一千塊 好的呢李尚 你不要 你不要 你為什麼要利用我 你對我好有個屁用啊 我要過的是有錢人的生活 你給得了嗎 你看看人家里上 隨便買一個包就是5萬幾 你看看你 欠了一屁股的債 連自己都養活不起 你為了你的開箱才是為了這些戰異的 我逼你借了嗎 我給你當女朋友 我說你點錢怎麼了 你沒錢 不分手啊 你個死廢物 連給李尚提鞋都不會 小子 還沒見過你女神騷的樣子 你窮 就只配當田狗 他潛不著 哈哈哈哈 狗男的 我 哦 死廢物 就你還想動手 你 吼 你女朋友 本少就收下 待會替你討好 我們走 西頭 我不用你太高 我還有你 不用你吸 銀行卡賬戶到賬 5萬億元 你也是 疑心卡賬的 從今天起 金屬營 那種錢 就是你送 你快 這輩子都挖不完了 你不得了 服務員擺带先生你好 您供消費了九千五百元 這六一萬塊剩下的五百塊 謝謝先生 余優不足 啊 余優不足先生 宿主女神基金的消費是有規則的 只可以用於系統認定的女神消費 任何自身消費都是禁止的 另外女神好感度在達到一百分後 所有女神消費 基金將立即返還 成為宿主的個人財富 你也沒問啊 先生你不會是錢貸的不夠吧 莫非是上司大王他 哎 哎 別別別 有錢 有錢的 有了 系統 他能否綁定為我的女神 可以的宿主 女神綁定成功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好沒你 我叫陳天哲 加個微信可以 你今天的消費 我買 葉靈兒對宿主好感度減五十 目前為-50分 我去 這玩意才能負的 你也敢向我要微信 也不甘自己什麼德性 哎 別著急拒絕 如果你答應我 今天一天的消費 哦 先生裝逼之前 麻煩先把自己的賬單起來吧 原來是個裝大可 看我怎麼玩 好啊 我可以給你微信 先替我給全餐廳的人買單 如果做不到 就趕緊 你一定想我吃吧 沒問題 先生 你想請全餐廳的人吃飯 每個十萬是下不來 我給你二十萬 真真是二十萬 哎 這誰給我 這壞毛病你改一改 吃龍蝦照樣能吃不 給在座的每個客戶 都上一隻 哦不 三隻吃一隻 打包一隻 做龍蝦醬一隻 好的 美女 這回可以加微信 還沒結束呢 你不是說 要幫我一天消費 跟我走 到時候可別怂了 我巴不得跟你多花點錢 替我刷錢 這也是海賊最高級 你不是要幫我消費嗎 我要幫下你 當然 人家包場 就算把這家一個貴賣賣一送給你 我那是誰呢 原來是你這個誰狗 与人家 最便宜的包廂都開不及 這位姑娘我勸你 還是離這個死鹹狗遠遠的 沒 好啊 可是我買不下這裏 你們打個賭 賭怎麼個賭法 如果我買下了這裏 不要贏貴下給我抱歉 如果我輸了 任憑你們嘗嘗如何 沒有甩了你 你的精神還正常吧 有意思 這樣 我替妹來答應你了 你要是做不到 就從本少的胯下 鑽過去 再學兩個人口叫 最後再說十句 我是第一天狗 哦 哈哈 啊 來 什麼 我沒聽錯吧你真答應了 哎呀我說陳津澤 你就那麼想放狗 誰輸誰贏 還沒聽到 這裏有實力 這要不挺勞嗎 我要為耶稜兒小姐 買下王朝會合 這是定金 不夠的話 下你家 哎呀演得還真像這麼回事 買下王朝娛樂會合 開口的實力 要不是我知道 陳津澤 還真就被你賦了 十億 十億 這年本上 一下子也拿不出十億寫 你小子 還真想開口 給你十分鐘 我還真想看看 他是怎麼收購王朝娛樂會所 陳津澤 我勸你還是趕緊跪一下 贓了他的褲鋼吧 就憑你這貨色 還想買下王朝娛樂會所 下輩子 好啊 那不是給我老 你沒看完信 王朝的老闆 可是盜著你 不敢在他的多多生意 你又不 宁兒 瞧著 不要買下王朝娛樂會所 給你做的 許你一世 噓 噓 噓 小子 十分鐘到了 快就過來裝裝 太疼 本少爭了以後 不愧是 來人 把這小的腿打斷 哎 手 砸什麼 這可是王朝娛樂會所 熊野 你今天算是死 熊野 是殺人不眨眼的處 你就等著被投江鮪魚吧 好什麼 我也沒做虧心事 死到離婚了還可以 陳天泽 我都要看看 今天是怎麼死 熊野 我是李家李清風 咱們上次一起吃個飯呢 是 我 不愧是熊野 連李少都這麼怕他 看來陳天泽死定了 水長卡 誰的 是他的 這說不定是能巴結熊野的好機會 所以 你 這句廢話 根本不值得您心得出手 還是由我代勞吧 來人 把陳天泽拿下 打斷他的雙手 交給熊野發落 誰讓你動手了 熊野 我在幫您啊 你打我幹嘛 打你這麼輕的 誰給你的膽子敢對王朝新老闆弄了 王朝的老闆 誰啊 請下紅衣銅 給我來解釋 王朝你們弄護所的新老闆 行到 陳天泽 真的買下了王朝 不可能 熊野 你不會搞錯了吧 是你們說的 你這張卡卡 在裡面 我老大說的 不介意 你走 太誠意 解鎖技 怎麼是在這張卡卡 楊妹兒好感度上升150點 達到100點 解鎖技能 萬能商店 系統 什麼是萬能商店 宿主可以用女神基金購買萬能商店中的任何技能 但只能運用在幫助女神方面 我二十天 解鎖技 其實這個 我們在這一個 你是不能 這幾個人 現在哥對不起我之前錯了我是鬼迷心笑了 你原來我好不好 你以為你這個照片我不看上面嗎 熊野 我不想看他 你到底想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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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把這手去吧 兄弟 這王朝是我買來看給名人 所以我不是老闆 是嗎 老闆我去拔一下手去 這這太貴重了 我不能收 他要是不收下了 不得被系統收回了 不行 得想個辦法讓他答應 是這樣的 我這個人啊 沒有什麼管理能力 所以這王朝娛樂會所 交給你來管理 所以 你這個人啊 你做明面性的招惠 我做甩手的招惠 利潤三平均 凭自己的能力 利潤 天泽 我一定不會過分你的 電鈴兒好感度提升一百 目前五十分 總算不好過去了 接下來只要把電鈴兒 忙碰不拉完 我就有二十億的分析 還行 這些小雞豆 你對我這麼好 我該 想辦法報答你了 要不 如何 好 好 嗯 什麼 天泽 我媽出事啊 醫生 我媽怎麼樣了 患者突發心梗 必須立即手術 這是手術費清單 你們快去繳費吧 二十 患者情況不容樂觀 不能再拖了 你們儘快 二十萬 我去付 別擔心了 謝謝你天泽 萬一都會沒事 繳費 我已經跟醫院打過招呼了 沒有人會救你們 葉莉莉 你為什麼在這兒 為什麼 我沒有 我找你找到好心 謝謝 我終於找到你 他誰啊 我同父異母的姐姐 說起來有點不難 也要給你解釋 葉莉莉 到底想 你還要幹什麼 一個私生的一個人 我當時是要你的命 今天 娘 給你們 一個也別想活 我 我都已經因為你 和我母親逃出海城了 你為什麼要趕緊殺絕 趕緊殺絕 好啊 我給你個機會 跪下 爬過來磕頭 我就會放你媽一條生路呢 休息 那你就看著你媽去死吧 我遠點 我看你就不像什麼好人 你說什麼 不像好人 這就是你心幫上的男人 小子 你知道我是誰 管你是 我原理 要我要不把你的腿打算 我朱九三 找死 去 給我把副院長叫來 我要把玉琳兒總他 從手術室裡拉出來 後失荒野 林小姐 你一會兒 去 給我把手術室的門打開 把你的病給我拉出來 副院長 你買手術人手嗎 我求求你 不要給他拉出來 非常抱歉 本月也已經刺不了你母親了 你們 你很高明白 別禮貌 你跟我鬥 一一父母親就死扶生 而你欺軟踏硬 為虎作娼 可以做一個副院長 可以當個醫生嗎 哪來的小牛馬 敢跟我作教 晚安 趕緊就把他們倆趕出去 慢著 我就喜歡跟他們 七七百花 又無能為力的樣子 小子 你很囂張啊 記住 玉琳兒總他本來不用死 他死啊 都是因為你 系統萬能商店裡 你治療心 超級新梗特效要完 只需一億女神基金 買了 不要給這種畜生下 醫院這個人 我來治 啊 什麼 我沒聽錯的 你去 你以為你是誰啊 性感病患 不結實手術 根本撐不過一個小時 小子 就算你是醫生也來不及了 你說你能治是真的嗎 我幹嘛要騙你 別人是 不代表我陳天泽這個 小子 你以為什麼破藥丸就能治好 他要是醒了 我給你過一下 那你就等 醒了 他怎麼可能 你這是怎麼了 你怎麼在治啊 爸 你沒學真是太好 是這麼好 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也不可能 豬腳販 你剛才不是說我治不好 現在已經治好 貴吧 你別嚇得人也配我貴 來人把他們給我拿下 我又一個一個一個的 把他們都折磨死 哈哈哈哈 欺人太是 我就是喜歡欺負你 怎麼了 有錢 有權到不應到你 愣著幹嘛 給我動手 誰敢動 請你 本小姐要教訓關你什麼事 給我滾開 他們是我老闆 你敢動我 你說滾關我的事 老闆 因為王朝娛樂的老闆 不是另有其人 怎麼是他 陳老闆買下了王朝 他們二位現在是我的新老闆 怎麼你有意見啊 嗯 夜裡 小龍不壓定頭是吧 我今天給你夜姐個面子 你 好 夜靈啊 這件事沒完 咱們後會有期 你 我 這 啊 二老闆 你們沒事吧 沒事 兄爺 這家傭誰啊 那老闆很忌憚她 她是 省城夜家的大小姐 勢力滔天 雖說強龍不壓地頭是 但如果夜家動水真哥呢 不是她 省城夜家 這麼說 是夜家 我本是夜家的女優 林二是我跟夜老爺生了私生女 林二從小受夜列列的虐待 所以我們好處夜家 逃亡這次 嗯 行 報仇 沒錯 我可以幫你一步一步 奪回病長空夜家 向夜莉莉復仇 把她的驕傲 全部打碎 天總 謝謝你 報復夜家根本就是天方夜談 先不提這個 我特別感謝你 救了我東西 夜靈兒好感度上升二十 目前八十點 舉手之勞 不足怪 對了兄弟 這個傢伙 畏懼強權 親屬病患生死 眼裡只有大家族和友情 根本 自好做這個醫院的夫人 淺了 你就是換了手 不過陳醫師 陳總 您就放過小雲 我也是迫於壓力 放過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以後有多少病患死在你手上 永遠 偷偷 啊不 陳先生 陳先生 聖子 今天謝謝你救了阿姨 總而阿姨身體都好了呀 就不打擾你們年輕人 約會了 女兒啊天子是個好男人 一定要好好把握 媽 什麼呢 好了 事情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 要不 去我那兒走 咱們繼續上次上次 難道是嗎 今天就要出門 我畢業了 陳總 我老呢 嗯 放心 今天晚上我媽不恐怖 沒有回來了 那我們 開始吧 開始吧 你不是說玩大人的遊戲嗎 好 那就開始了 你先遇上你去 可以正遠了 快點 你不可以正恩 你看 快點 太可 bra了 你不太可笑了 不然呢 移密 我還是挑剔 看 你這人 你不要不要愛閃現啊 你快點愛閃現 外面下雨啊 要不然今天 出事 一起睡嗎 我是有團戰去嗎 今晚就是在他那裡 不過不喜歡弄他的東西 否則他會生氣的 要是讓他知道他非啥 沒想到一會兒就不會太邀請 我看他會有一個不太暗 我會拍到他 他會拍到他的小朋友 我會拍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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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乖 真不乖 i know this 零二 零二 你怎麼回家弟弟 你怎麼回家 零二什麼情況 我睡得好好的 就突然被他打醒了 猛死我了 你是誰 你為什麼在我的房間 零二他是誰啊 他 我是零二老公 你想說什麼呢 老公 零二他既然是你老公 那他為什麼不和你睡一會兒 好來我房間幹什麼 我要是沒有休息好 公會直播任務過不了 我不用做就沒了 美女 你別吵架 你這樣 你公會和直播的任務 我來幫你完成 就當 我給你賠一條線了 你幫我過公會任務 你知道我還差多少嗎 九十萬 你付得起嗎 才九十萬 我還以為有多少錢呢 放心吧 九十萬和PK 我都幫你拿下 小雅你放心 其他方面我不知道 錢呢 肯定不去 你認真的 嗯 加個微信吧 你只要告訴我你平常 幾點開播 ID多少 嗯直播 平時一般八九點的樣子 ID叫一只小雅 好 好 明晚我九點準時來 雨好像停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林兒 你說你老公真那麼有錢呢 他還不是我老公呢 有沒有錢 見識一下就知道 你妹哥哥深深蜜蜜的 我到時候要看看 究竟是何發生事 各位哥哥再幫小雅豬豬力超過對面 看來這個月的任務真悬 啊 感謝狗哥的十個嘉年華 狗哥愛你 狗哥 我什麼時候改了這個ID 主人 是我幫你改的 很貼切吧 我貼你妹夫 這全一直播接 都只知道我是舔狗的 是舔狗之王 那 還 狗哥 禮物數量還不夠 你能再幫小雅豬豬力嗎 啊 累死我了 終於衝進去了一千 這下 打鼻子也不上問題了吧 我沒看過一千個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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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等等三百萬 這是哪家的生蠔酷掉的 啊 太牛逼了吧 謝謝狗哥一千個嘉年華 狗哥咱倆加個好友唄 咱們 咱們 這下 他贏了 一千塊嘉年華 一千塊賜 他贏了 助理 那一千塊賜 一千塊賜 你給我賜完那麼多 我也不知道算什麼 不如我請你吃飯吧 宋小雅好感度上升六十 目前六十好啊 那我就不客氣了 好吃嗎 天泽沒想到你居然是隱藏的神豪 果然人不可貌相 我怎麼覺得 啊沒有沒有沒有 高盛高少在這搬了場同學聚會 怎麼你不知道嗎 高盛高少在這搬了場同學聚會 當年一個瘋狂追求 要是被他看見就糟了 你們趕緊走 小雅啊 沒想到能在這遇見你 看來這就是別的嘛 你確實是顏色 要沒什麼事我先走 啊別走啊小雅 你知道畢業以後我找你找的有多難嗎 你為什麼要一直堵著我 你知道這些年我是怎麼過的 我有多想你嗎 但是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我們之間不可能了 不是 非你要把我堵掉 拜託拜託你就幫我這集 啊 敢問這位男朋友 在哪高救我我 高救他們 彥德場上班 原來是個打工仔啊 啊不是小雅 這就是你找的他朋友 不關你的事 既然如此 那這次的同學聚會 李總也參加吧 就就是去呗去呗 沒事 那好吧 小雅坐吧 那天責做嗎 哦不好意思 這位置好像滿了 我看要不讓你家老公 跟我家狗坐一塊怎麼樣 我覺得這不錯哎 高盛你什麼意思 宋大小華這個長狗 哪有資格上桌呀 高少讓他跟狗坐一塊 已經是給他面子了 哎說你呢 還不趕緊搬動就坐 就是你點也不要臉 你說你一個在電子場上班的 那還不如給高少當條狗呢 哈哈嗯高盛 如果你是情心羞辱人士 那這同學會我不參加也罷 天子我們走 誰讓我們走的 高盛你什麼意思 我什麼意思宋小雅 我追你這麼多年 你從來都沒答應過我 你居然轉頭 就跟一個電子場廢物在一起 憑什麼我哪比他差呀 小雅 你跟他分手呗 你跟我在一起 我肯定讓你想說他怎麼走過 為別用你放手 臭小子 你誰呀你這麼跟我走啊行 這張卡里有一百元 拿著錢離開送去 否則我就絕對不讓你好過 高盛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哪欺他了 我這是在幫他賺錢 我這是在幫他呀 要不然 像他這種廢物 一輩子都賺不到這麼多錢 啊就是就是高盛說的對 小子 還不跪下謝謝高盛安創 比給你不要臉 大概是一百萬呢 趕緊跪下都給我發的逼了 高盛你不要欺人太甚 高盛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哪欺他了 我還以為多有姑息呢 這不還是撿起來了嗎 剛才那樣子撞給誰看呢 真是個廢物 小雅看到了吧 你男朋友就是這麼沒姑息 分手吧趕緊呢 這錢得留著買個好點的姑娘 我們再說一遍 敬酒不是吃麻酒 那你去死吧 系統萬能商店裡 有沒有能提升我們大家戰力的 有的 天生神力 售價一億女神基金 拿上了 這怎麼屁啊 啊 不僅有錢 先生不斷 怎麼還要這麼 宋小雅好敢上升十 目前七十 漢文 你這容易換人 還不虧 高尚 你的手下都倒了 你還有什麼手段 心中心 能打有個屁用嗎 我可是這遞好酒店的股東 你在我這兒打傷了我的人 你還想活著出去 我帶我看看 能單挑多少個男人 你是說你是遞好股東嗎 你是說你是遞好股東嗎 爸 現在就算你跪到地上求我 我也跪著著了 求你 你也 我只想告訴你 你馬上就不是股東 請問一下 干哇 曉 sad 非典 你真是誰 那你管什麼 你實在這裝什麼裝啊 收購定好酒店股份還十個月 像你這種電子廠廢物 能拿出十萬我都算你厲害 好 那我呢那咋辦法 如果我完成收購了定毫的股份 你出事我可去 外加那個 你神經病啊 有病就救治行不行 老子沒空在這陪你瘋 你們請把它給我拿下 行錯好 老闆 哎老闆你怎麼了 這是這麼回事啊 我跟你說 就是臭小子在這鬧事 我正準備收拾他 超勝這顛倒黑白 但是有一手 你閉嘴吧你 老闆在這也敢嚇張 老闆 這小屁必須得解決 要不然遞好了也滅何在 來人啊幹什麼 臭小子你死定了 等一下 他就這種實力的人 他不可能做到的 高尚人外 要怪就怪你 把他給我拖出去 領不錄 是老闆 老闆 你要搞清楚啊 你誰 老闆上次啊 給我聽說你 什麼 他他正忘十一 買散了一毫 到底什麼幾代的富豪啊 幹嗎 我還呢 這下完了 誰啊 這個送給你 我要這個也沒什麼用 你要不想要是嗎 啊 這可是十億的補販啊 說送就送 這 沒什麼可惜 區區十億而已 如果你把我當保 收起來 十億 而以 那好吧 如果你有需要 那我隨時還你 只要你收下 我就放心了 開玩笑 要是被拒絕了 那我才愧大了 畢竟我自己 可能中不清 啊蘇娜小花 沒想到 你交到這麼厲害的男朋友啊 咱們畢竟也是同學一場 以後海裡多待待我啊 就是 你發達了可別忘了我們 你們剛才還幫著高盛 羞辱天澤來著 現在變量到挺快 告訴你們沒門 天子我們走 天子謝謝你幫忙 啊對了 明天晚上我會為你專門 開一場直播專長 你可一定要來啊 啊我一定會來的 我等你 喂林兒怎麼了 喂天子 葉弟弟他挖走了我外公的骨灰 什麼 林兒怎麼說 天子 葉弟弟把我外公骨灰挖走了 讓我去他家找他 只好 林兒 你最怕 我跟你們娶娶月家 看你外公的骨灰 這是怕是一場紅燕 還是有機會 娶娶月家 還住不了 喂 熊野 我換兩車我要去找林業家 林業家 老闆你發生什麼事了嗎 玉璃瓦 能兒外公的火灰 還威脅 老闆你放心 我現在就帶兄弟過來 如果不拿回葉的火灰我能死嗎 你不要撐走 來 那我過來 走你去下班 大姐葉林兒來了 你就知道他會了讓他進來吧 還有意外之喜 陳天索你也來了 好啊 葉弟弟 為什麼要把我外公骨灰放進滑桃裡 你太覺得了 那地方又髒又糟 我好心替他換個地方 沒說哪天我心情好了 你拿你外公 種個花什麼的 把我外公骨灰還給我 你這是求人的態度嗎 跪下 爬過來求我 否則我就把你外公 揚進撞水溝 你快 啊 林二 文貴 焦慮 滅力 我給你三秒鐘的時間 把葉林兒外公的骨灰 焦吧 否則 你一定會後悔 哈哈 我會後悔 你以為你是誰 別以為你在海城那種大丸之地 當個土霸主 就能奈何得到我葉家 簡直可笑 三 真把自己當個人物了 在我葉家撒野 信不信我一句話上去 很無葬身之地 二 一 零 我聽你說 小子 你能拿我走 很好 你沒機會 我沒機會了 好啊 我就先弄死你 然後把葉子拿著外公 揚進撞水溝 不要動手 誰敢動 紅瓶 你帶人傳我葉子 這首叫我死嗎 葉小姐 你這麼動人 這骨灰還敢動我勞嗎 鬼王愁你屍不了 今兒我就在這 你敢動我勞把你的屍 讓我弄他們死 兄姐 其實你不用接 這些小子 信不要 連上 我剛剛本來想收拾到這些小看 不要夜家破產 不要你了 哈哈 好好好 真是一條中狗子配個淳煮啊 讓我夜家破產 虧你說的出口 看來不讓你見識一下夜街的事 那我就捏捏的 那我就先弄死你這條中狗 然後再玩死你這個淳煮 喂 是我 夜莉 通知那些海城家族的組長 誰能讓王朝娛樂破產 那誰就可以得到夜家未來三年的訂單 哎聽見沒有 根本用不著本小姐親自動手 你們王朝娛樂很快就會破產 這就是你 給我催我的下場 老婆 老婆 滾滾 這什麼熊夜的幾乎 把得罪熊夜吧 熊夜已經自身難保了 王朝得罪了葉家 葉家下令轟殺王朝 今天開始 誰敢來王朝消費就是個葉家 跟海城其他家族作對 好 兄弟 突然一群人闖進了王朝打砸 還趕走所有的客 他們說他們說是得到葉家之事 換了 王朝 我們我和我一起用 我換了 蠻子漢夜的 我還趕 και 看看 我先把我爭取 那些 那些 我拿著 那些 我還成為雪家 我都要看看 還能拿什麼跟我鬥 雄爺 夜家有段 夜家擁有地產娛樂 互聯網三大板塊 差不多不值百億吧 雄爺 我剛剛往王朝集團轉移進去 你帶著手下 去夜市集團三大板塊的 何欣賢隊能挖走 靠那四十塊 哈哈 陳天泽你不光是准的 你還是瘋的傻的 挖我夜家團隊有幾個錢啊 那麼是我的親戚 夜家挖了大價錢 就憑你挖走 親兄弟 您算是 在絕對利益面 親信 也可以成背心 你就等著可能性 我懶得跟你說話 我這麼想 說 大姐也是去談出事了 出什麼事了 你好好說話 出什麼事了 你好好說話 怎麼了 集團負責房地產 娛樂傳媒和互聯網的 三大混音團隊突然極體跳槽 這件事幾位大投資人已經知道了 他們以為集團有編故正要撤資 集團自己連斷地一切下去破產了 他們突然要跳槽 給他們加薪 一定要留住他們 兩倍不行那就三倍 啊呀我師傅 其實看了三倍 我師傅 陳天泽 是你送的對不對 是啊 大家 我家 很快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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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叶家全部固定磁产奖流动磁产 这个 你个废物 你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事实不摆在你眼前了 要怪 就怪你叶家狗肝丁 兄爷 我再给王朝一提 照告圣诚所有家 叶氏敌盘三大产业跳槽 如今是最余的 谁要是能把叶家 真是 就是想起 我早就想尝尝宣赏大家做责 混蛋 我一家是软身的这有你大点 啊对 是 这就没人知道了 来呀 老板 叶家即将面临破产 你们的老板 有可能连你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如果你们愿意加入王朝鱼 叶家给你们开 我开十倍 别被他们这样 杀了他们 我出去呗 哈哈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带了见面过来 对不起大佑姐 敢背叛业业 你要别带手车祸了 叶家 叶家算什么东西 一干狗叫 好像 时间差有多了 爸 叶弟弟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叶家的股票和产权 为什么都造的针对 眼看就要崩溃了知道吗 叶家就要破产了 真的要破产 无论你得罪了谁 你就是跪他求他原谅 啊 好的话叶家就完了 你就是叶家的欠罪人 听见了没有 啊 丽儿对不起 你原谅我吧 你身上也留着叶家 你人竟敢去叶家波产吗 啊 在你想彼此的母亲 逼我们上绝路的时候 你想过我们的悬崩子 现在说这些 真是可惜 哈哈哈 天泽叶家随你走 丽儿 叶家 叶家破产 这些东西班总 住手 都给我受伤 那我就与死我 叶琳啊 我要让你外公 快放开了 不要 你想保住你万公 好啊 你要陈天子 是不会怪叶家波不见 希望万能商店里没有道具 可以拿走叶琳人外公 技能一花揭木 可以将目标手中的东西 与任意物体交换位置 一亿女神基金使用一次 就这 月花花想就业家 不可能 那我们就与死 叶琳哥 你给我记住了 让你外公死不瞑目的 不是我 是陈天大族 一花之木 哈哈哈 叶琳啊 给我一辈子 活在悔恨当中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活在悔恨中的人是 你要不要看看我摔住 你摔住你不会吧 他先去电话 我回来 我回来 带我 叶琳琳 你还有什么 银儿 咋去吧 让老人家 叶琳儿好感度提升二十 达到一百 系统反线两百三十亿零三十万元 哦耶 这下子 是真法的 怎么会这样 学历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事 带走 走去 下流行 年儿 八十的 这些年亏欠你很多 但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我 还不给你妹妹赔礼道歉 认个错 跪下 妹妹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什么口也跟着你 是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对不起放过我 小妮 银子 算了吧 看毕竟是我的亲人 没必要赶紧下去 叶琳家已经不成 也不会掀起锅锅了 不过 你给我记住 以后若再胆开欺负 那我 便让 死死无生 明白明白明白 你还是谁呀 要不 咱们还是去干什么 为什么要在 把我们一家弄得支离破碎 哼 这个仇 我们一定要报 可是 他们实力那么强 怎么报仇啊 听闻京城八大哨之一的 肖凌天 最喜欢美女 我们只要把一点的照片给他 他肯定会出手光作 对付这个陈天泽 京城八大哨你出手 定让你这小子 死无葬身之地 我的爸怎么感谢你 你又一次帮了我这么大 我上次说的已经干许 还有这样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 怎么 你还害羞了 还让我说第二次 什么事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三位于此心依赖 不用再坏坏 你就是我最美的 又怕的 光照游乐已经全面回复正常 另外江北特曼别墅港军工 要不去看看 找个时间去看个别墅 好 骞泽哥哥 昨晚的直播你为什么没来呀 哎我去 我忘记这条 哎呀抱歉啊小雅 昨天我有事给忙忘记了 骗泽哥哥 你不嫁我昨晚的感谢不仅没有主人 而且我和对面PK还输的好惨呢 那 作为赔床 我送你个惊喜 惊喜 什么惊喜 这样吧 明天下午你到我家的门口的咖啡厅等我 到时候你就知道 这么神秘的吗 那好那我就期待你 熊野 准备两次啊 去看看别墅啊好 虽说我自己的钱 但能白嫖 为什么不乱 只要别墅抱着送钱 那几个刷掉送钱 你 你 哎我可真是的 我怎么 小龙哥不乱 他怎么这么乎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美女 在等誰呢 要不哥請你喝一杯 沒興趣 美女別急著拒絕嘛 這是一萬塊 沒個喝一杯這錢就是你的了 把根似合好了 車也是 說了沒進去 小介人裝什麼清純 對你不知道被多少人玩過 誰啊這是多管閒事 這是我男朋友 你實相的就趕緊離開 男朋友 這個窮屌絲 小子你知道我是誰嗎 勸你把你女朋友讓給我 不然我讓你吃不了兜子揉 你是誰 老子和熊爺混的 熊爺是海城的地下皇帝 沈辰葉家下令圍攻王朝娛樂 照樣被熊爺擺平了 熊爺的實力無人可比 熊爺 我好怕啊 都怕了還快滾 我要是露子 讓熊爺來打我嗎 小子你自己早死我就成全你 給我躲 喂 鮑哥 我的咖啡廳被人堵了 我報了熊爺的名號 那小子說熊爺算個屁啊 快過來把我幹他呀 小子你死定了 天澤哥哥 要不我們還是趕緊走吧 放心 可以 你那麼敢動我力氣嗎 滾出來 我讓他三刀六刀 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鮑哥 就這小子 他不但動手打我 還要把熊野放在眼裡 小子 我給你個機會 自己跪下來 剁掉五根手指謝罪 我就饒你一命 否則 我把你扔到江裡未瑜 鮑哥 你是熊野的手下 現在知道怕了 鮑哥可是熊野的得力幹將 你也是以前 你也是一個螞蟻一樣輕鬆 我很好奇 你是熊野的得力幹將 你今天本書 他媽誰啊 還報我認識 鮑哥 這小子不知悔改 要我看 直接把他幹掉算了 小子 自己找死 別怪我 見面 動手 慢著 鮑哥 如果你敢動 一定會後悔 後悔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我會在你莫不先好好的懺悔 那前提是 你必須得先死 小子 去死吧 你女人我會好好玩鬥的 哈哈哈哈 天才哥哥小心 臭魚爛下 小子 我們這麼厲害 看到了吧 我男朋友可是功夫高手 你們這些垃圾 來再做有沒有 趕緊滾 你完了 你鐵完了 打了熊野的手下 在海城動了熊野的人 沒人能保住住你 小子 你以為這三角貓的功夫 就可以跟我們做隊 今天 你必死無疑 十二哥子 熊野熊野 什麼跟你說話 熊野 這個小子 上了弟兄妹 還不把你放在眼裡 請你為我們做 是啊熊野 這小子必須死 否則我們王朝瑜的臉一丟盡了 哈哈 熊野 為什麼 你做了什麼病啊 像個猴子樣子無啥 快 快 熊野 你給他刷在地上 我就算把你拆了這裝備 燒成夫妻三個活人素生人性 我再打碎你一百公 他 他是誰啊 是我王朝的笑容 啊 他竟然是無常無樂的老闆 怪不得這麼有錢 天啊 會有這麼優秀的男人 你一定要批得你 我要打的 竟然是老闆 你怎麼害死我了 我我我也不知道啊 我要只知道你給我幾個膽 我也不敢啊 我老闆道歉 如果老闆能原諒你嗎 我就不死 滾 那個我又也不死他一下 我又不死他一下 你幫我翻個屁 幫我翻了吧 老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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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讓你們其中一個 這個 要看你們自己互相接近 等我意思吧 兄弟 哈哈哈 老闆的意思你沒了 怎麼你要直接你 我一個別跑開 怪是怪 得罪老闆 你的命 我用了 啊 跑開 我用了 骞泽哥哥 你不是給我驚喜嗎 帶我來這裡做什麼 這個別人區的老闆是我朋友 讓我喝個茶 你不太多玩所有的回答 我的天哪 這些別墅至少都是五千萬起庫的 這得是什麼富豪才買得起的呀 喜歡嗎 喜歡 那可不行 你好酒店的部分你都給我了 要是我再要這別墅 那就太過分了 真子哥哥 我可不是拜金的女人 小雅 別這麼說 昨天我不是放你哥子了嗎 今天你買一套別墅送給你 讓我給我 真不行 那事我根本就沒有上床上 喲這是誰啊 買套別墅當陪你 要不是我知道你陳天泽是個成塔軍的 我還真是你人好像神豪賺的 張慶慶 他是誰 他之前是我上班的主管 他這個人欺軟怕硬 之前沒少打壓我沒想到 你在這個 我也沒想 一個電子廠打工月星三千的廢物屌絲 居然也能出現在這種高端廠 還裝上土豪胖胖胖 真是有夠力 歡迎訂閱蛟龍短劇每日更新 你說什麼 他是個月星三千的臭打工仔 又又又 這保安是怎麼幹的活呀 這種乞丐怎麼能放進來 誰說不是呢 也只有李總您這樣上市結團的總經理 才有資格在這裡 這種費用 連在這當保鞋都 身經病 隨你們怎麼說 小雅我們走 離這個兩個腦子有病的人原點 張總 你剛罵我什麼 我警告你啊 你最好給我早點滾 這裡可不是你這種窮角絲該待的地方 就是陳天澤 你突然辭職我還以為你幹嘛 原來是出來張揚撞騙來 這位妹妹 你可要小心點不要被他騙了哦 不用你們提醒是不是被騙我心裡比你們清楚 還請你們讓他 別耽誤我男朋友看房 老娘好心提醒你 你還不理解 好看房是吧 我讓你們看不成 來人哪 這位女士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的嗎 這位是沈澄星河集團的主席女女主 我們本來想在你們這兒買套別墅 但是這兩個瓊逼壞了我的心情 你們要么把他們趕出去 要 這別墅 我只能把你走逛了 哎別呀 你二位先別著急 我馬上就出了呀 我先去 就不問問究竟是誰在鬧事嗎 我們也是來買 憑什麼把我們趕出去 就是明明是他們顛倒黑白故意找茬 就憑你們兩個這一身的地攤貨 還覺得自己能買得起別墅呢 別鬧了 我勸你們呀還是趕緊自己出去 免得保安來了把你們丟出去 你太過分了 同屏就是 就算再努力裝成富豪 也蓋不出身上內裹 窮酸味 在大家還保持體驗前趕緊滾 別在這丟人血 你去這裡的銷售是吧 我的手下正在跟你們老闆喝茶 如果你敢把我改 你這份工作 憂鬱 李總你聽他說了什麼 手下跟老闆還喝茶 笑死人了小弟 吹牛是沒用的我問問你啊 這裡的老闆姓聖名誰啊 老闆我不知道 連名字都不知道 我勸你們下次出來裝大哥之前啊 還是做做功課吧 你來的正好 姐姐你老子放進來了 陳天泽就好好出去跟你的老闆喝茶吧 等等 如果 不要買得起這裡的別墅 你要買得起 我跪下給你認錯 認你做乾爹 你有時間好好做白日夢 不如好好的找個班上 那我們 賭一賭 如何 賭 最喜歡賭 你要賭什麼 那就賭我買不買得起 如果我買得起 我讓你跪下道歉 放心 我不喜歡任乾爹的遊戲 如果我買不起 隨便你怎麼樣 李總 這傢伙他根本就是想拖延時間 那個 我陪你賭 但是我得加個條件 如果你輸了 我要讓你旁邊這位美女陪我玩一天 好 我同意 兄爺 你必要 天泽哥哥 這是穩贏的賭卷 為什麼不答應 是不是 他在那裡 好好好 美女啊 那你就準備好 陪我度過這愉快而難忘的一天吧 陳天泽我倒要看看 你要裝到什麼時候 就他了 看著還湊了 呦 你還挺會挑呀 這一套可是傳奇一號 你只能做個合格數加值十個億 所以你腦子沒問題吧 陳天泽你是知道自己要畢數無藝了 所以破罐と破摔了什麼 十億 太便宜了 你摔看 又好大的口氣 才十億這麼牛 你怎麼不把整個樓盤都買上 哎呦 你说的有道了 那就楼盘全包了 骞泽哥哥你可千万不要上头呀 他们是在故意亲你 我知道你的钱买一栋别墅 绰绰有余 可是这全部的楼盘 那可是天文数字你一定要冷静呀 放心心里有数 哎呦某些人啊 在这装大哥装到没边了 张口就要买下整个楼盘 今天我倒想看看 你拿什么买 哎呦某小姐 赶紧给这位先生算算 今天得花多少钱 我们这边的别墅所有类型加在一起 估计是一百 嗯 你这个打工仔我劝你一句 你还是就此省省吧 不然的话一会该丢人现眼了哟 一百一 他身上有五百块钱就已经很 太可惜了 小子 别撞了吧 就现在 跪下道歉 把你的女人 随便我娃娃 我看该跪下的是你 才一百 我还以为有多少钱 赶紧刷看 让他刷 我倒要看看 他能刷出几毛钱 嗯 余额不足 我猜 哈哈哈哈 呦 陈天泽 你刚刚不是很狂吗 一百亿 没有多少呀 怎么 余额不足 现场打脸了 哈哈 小子 是我赢了吧 来 赶紧跪下道歉 哎 美女 来吧 啊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系统检测到磁体交易数额巨大 女神不接受的概率过高 所以判定交易无效 无法使用基金 宿主需先让女神同意巨额房产 才能使用女神基金 你才不准备 害得我差点射死 小雅 您生了一件事 怎么了天子 我一会 这别墅买了 全部都挂在你面下 你刚包裹 可是是这样 现在不是有房产幕吗 我没下房产台 他就需要把这些房子 才是挂在你面下 如果 将来我再去 原来是这样好 同意 嗯 刚才是卡出了点问题 你再试一下 陈天泽你已经赌输了 还想再耍我们吗 赶紧给李总跪下 紫若小姐 这家伙一直在着招摇撞骗 赶紧喊保安来 把他推给我打断丢出去 李总说的是 这是别墅去闹事 可不是腿打断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么说啊 那就是没得谈呢 哼保安拿下 老板 老板 说说吧 怎么回事 兄弟问你话呢哑巴啦 老板 这家伙在售楼处到处创摆照照片 说自己要拿整个楼盘 就好了 对我这一刷卡 没有名钱 我现在啊就让保安把他赶出去 谁说我没有钱 他不安 陈天泽 在宋老板面前你还敢嚣张 不要命了 宋老板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他就是个月新三千的穷鬼 根本买不起 你不让他刷是吧 再刷一次 본분 不知道多少钱 熊也都说了 那就再刷一次 是好的 小的 就是再让你刷一百次 你也刷不出来一百个亿 就等死吧 消费成功 支付一百亿元 什么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有一百亿 明明刚才还余额不足 就觉得有猫腻 就是小的 你搞什么鬼 钱 我付 我能搞什么 赌约 我赢了 李有为 你们跪起来道歉吗 不可能 宋老板 他这卡一定有问题 一定要严查 那什么问题 区区一百亿的别墅 我王朝娱乐的老板买不足 王朝娱乐 难道就是最近省城传说的那个 花了两百个亿口的业家破产的 王朝娱乐 这 既然是这种大人物 他说的老板 难道是 宋老板 你不是见我老板 你接受 这位就是我王朝娱乐的老板 什么 陈天泽 天天泽是王朝娱乐的老板 陈老板 果然年轻而为 刚刚我都没看出来 还进海海 哪里哪里 宋老板 这些别墅 我都买了 手续与其他方面的问题请尽快安排过来 一定一定 非常感谢 陈老板照顾别人谁 哎呦张倩倩 他哪是那个月星三千的土狗啊 应该是王朝娱乐的老板呀 你在耍我呀 我我也不知道啊 他之前确实是我们厂的唱歌 怎么会变成大老板 现在 我们能与谁没约定 真好啊 是我有眼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平常人不许小能够放过一马吧 陈总我无意得罪你饶命啊 到楼盘中心门口 一人一千个八抽不完 不许走 他有你 一起去 哎 老板 老板 别听啊 陈总 陈总 走 走 我知道你有钱 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有钱 这算是 曹老板 合同都拟好了没什么问题 还请您签个字 我说了 这是我送给小雅 让他签字 曹老板 您当真 这可是价值一百多一的整片别墅 当真 比珍珠还真 所以啊 我去签字吧 骞泽哥哥 我 怎么了 刚才不是刚刚说好的 这些都挂在你的名下吗 我刚刚想了想 这些东西你大可以送给别人 要是把全部别墅挂我名下 万一哪天我翻脸不认人了怎么办 陈总哥哥你再想一想 不用想 小雅 我 只有一句话 我相信 哪怕是我看多眼了 你带走这些 你没关系 一百亿来说 对我不算是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骞泽哥哥这么信任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宋小雅好感度上升时 目前八十 才十点 算总比没有上升强 我被 扔许努力 哎 小雅 快去吧 嗯 小手 这一零尔你还满意吗 倒是很难 好啊 看在你们给本书介绍没问题 我来帮你 陈天泽 这次 你死定 天泽 小雅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 我啊那 那个碰巧遇到的 这样啊 小雅 我快点 帮我 把你当闺蜜的啊 你可别瞒着我 怎么会呢 哎 我最近有点累了 我先进去休息了 哦 哎 零二你饿吗 要不我去跟你送夜宵吧 这两人绝对有问题 你一定要觉得清楚 不用做了 我也困了 你回去吧 哎 小雅 你怎麼說呀 我把零兒發現 我聽到他已經回屋睡著了 跟做哥哥謝謝你那麼信仰 我會替你好好保管那些別墅的 對了 我也有一個禮物要送給你 我把你當閨蜜你真怕我男人 零兒你你醒了 我那是故意裝睡 現在被我裝睡原醒了吧 說什麼別說你們做什麼 現在你都已經發現了 那我就不隱瞞了 天泽哥哥不僅送了我價值百億的別墅 還把店好酒店交給我的 我和天泽哥哥 已經確定關系了 宋澤 他說是真的嗎 我明明是我先認識的你 我 對不起 但是我和天泽哥哥同事說了 對吧天泽哥哥 宋小雅好感度上升時 目前九十 不是吧 這針鋒吃醋都能提升好感度 那我瓜哥一百年 還真是大力度 不會的勤責 你那麼幫我 還把媽超娛樂交給我打你 你心裡是有我的對不對 你聽我解釋 我跟小雅並沒有確定關系 這其中的關係有一些複雜 我以後會給你們解釋的 哦對了 我家裡的衣服還沒有 我先回去了拜拜 哎天泽哥哥 零啊 天泽哥哥一定會是我的 那就總之行 我需要一切 我也需要一切 你給我 你給我 我可以選擇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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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有人故意針對我 針對是誰 楊廉左這是本少送你的見面 彤雲 少爺 你誰呀 我根本不認識 我們無言無仇 你為何要針對我 為何 因為有人用本少拒絕不了的條件 要我 什麼 這個美女 你就是葉玲兒 你誰呀 本少 肖靈天 京城肖家 敵長子 從今以後 你叫我女人 京城肖的大少爺 我們都是從那個號双肖天子的大人我 完了 這叫我到哪了 肖靈天 創辦肖家的事也結成了 肖家家駐好一個肖天 周圍他的 所有的事人都稱他是天子 他出生的事 是他爸爸 不管你是誰 說話胡言亂 如果這件事是你做的 那請你招架 他上 沒想到這小小的省城 竟還有這老子 這位美女 以後做本上的 定虧代表 想要什麼 肖靈天是吧 他們明花有主 明花有主 明花有主 這主是誰 我呀 我是他們的老公 子 你亂說 什麼時候說我誰了 到什麼時候 難道還能在你細節 對 這個事就比你 肖靈天 你既然衝著葉玲兒來 還想把我 你掉 讓我猜猜 是葉莉莉 兄 你小的倒不會 機會 乖乖叫一輛給你送 還能幫你少一些所持 免心力氣 否則你的王朝集團 還有地號酒店 這雙方面的打擊 讓你身帶一面 哈哈哈哈 你想多了 這種簡單的打擊 我都撐不過去 我陳天澤 不會有今天的維持 倒是你 蕭靈天 如果你賠償我的損失 再打消除掉我的念頭 我可以當做什麼事情 都沒發生過 我蕭靈天看上了你 就沒有得不到的 小子 既然你不懂我的機會 那就看看你怎麼解決人 一 十億的損失 二 酒店的醜聞 想想 這是蕭靈天 是嗎 蕭靈 那就睜大你的眼 或是如何解決這個損失 熊野 所有員工的損失是不經營的 總共損失十億億千萬 還有時間留在火箭中受傷的心 我賠上版了 我賠償了 個人資產 便有兩百多元 這第一張卡里邊 有十億億千萬 你去填補集團飛空的損失 另一張卡里邊 除了受傷員工的醫療費 再給他們每戶 打兩百萬多元 不能讓受傷的員工啊 寒了心 嗯 舅 看來你還挺緊 不過有些事 不是能拿錢就錢 我已經告訴了眾多家 王朝背後的幕後老闆就是地豪 什麼 無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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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豪的幕後黑手就在這 是你們誰是老闆 是我 你說怎麼了 我們的孩子已經被你讀進醫院了 現在還在ICU生死胃部 你個殺人犯 各位 地豪酒店的菜品不會有任何問題 這之中一定有誤會 誤會 人都吃進醫院了還要還誤會 我看你就是幕後為主之一 我們已經啟動你們地豪地端了 趕緊離開海市 你 雖然 他們是你派來的 我看這幕後為主 你 我不要亂說 你們酒店食品之一 他們有什麼事 不過 你要是答應我的討件 每種一步 是 好是嗎 那我倒要看 關門 夠關門 你們這些幕後黑手 一個個都得坐牢 女婿 關門 坐牢 各位 你們的孩子 如果你們的孩子 真的是在我們酒店 引起食物重點 你們 有證據 當然有 這是醫院開具的證明 就是在你們這吃完飯之後 才出的事 這只是私人醫院開的證明 容易作解 你們的孩子 如果真在我們酒店吃飯 引起食物重點的話 那就請你們去三 檢查 對啦 小雅 上次引起中毒的飯菜 你保存了嗎 我已經全部搞了 很好 那就送去司法檢驗機構 一定要查清楚 還是因為 其他的省民 小子 你分明就在拖延時間 諸位請放心 我是京城蕭家的蕭靈天 今天這個事我會全面支持大家 大家一定要討個說法 討回公道啊 我們才不去檢查 誰知道你們的黑手的伸到哪了 你們必須付出代價 不用你們檢查 我要的結果 來 什麼 我手裡 是三甲醫院開的檢查品 你們的孩子 根本就沒有 這一切都是你們搞的鬧劇啊 你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你什麼時候拿著的 你們一來我就發短信 去把那些孩子轉到了公立醫院 沒想到 你們果然買通了私立醫院 到我這鬧事 你們 必須包陪我王朝集團的全部損失 這 我就是 小林天 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找這些人來裝病 敲詐我王朝集 如果把这件事传回萧家 萧家必定在京城遗落千丈 说不定还会身败无路 啊 很好 没想到两部司机 对你一部就不过去 看来我是小看子 你吗 你说的没错 这些人是我找的 虽然你很有能耐 不过玩音的 就凭本少一句话 也能轻松送你的王朝集团上 送我上路 小凌天 是京城大哨 但这里是海招 我 不是你 不 还敢动手 信不信本少一句话就让你这些楼 我以灰飞烟灭 是 我知道你们萧家很有事 但是在我封面之前 不介意拉你嘴 看看是你萧家的手更快 还是我几手杀死你更快 少爷别动 你想本少死吗 送 好好小子 我记住你 本少记住你了 还是第一个有人赶紧跳舞 我们走 就要这么走了 你抹黑我王朝集团的损失 还没赔钱呢 想走 没那么容易吧 老板 小姐是京城顶级的存在 嗯 小家有什么手段 尽管我都接着 好 小子我记住 我不会有笑容你 太了 我要让你知道你跟我差距 是什么样的深渊 我要让你还绝望在你 跪下来 跟别上求榜 那个 你这是放火灰山 兄爷 就算我刚才杀了他 肖家也会来对付 不如先放过他 这样可以避免揭话矛盾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想办法认识 对了 零二小雅 我们先回去吧 这里交给我 那好吧你先走走走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陪你到最后的 我也要 小姐 我会陪你 兄爷 你知道有哪些集团和势力 可以靠谤精神胸下 我恐怕得追踪其他的九级势力 或者世界排名前十的跨国集团才可以 很好 这里有一千个以 民以王朝的名义 发起于那些集团和势力的融资 如果销霖天再看来 必讓他自食情 你吃了一口吧 他讓我 我跟你裝傻 必要 好了時間不多了 我們抓緊時間前面前 熱情的才是硬 小明天 我心天要讓你後悔 老老大哥 剛剛上官集團總裁的密礎電話 上官加一同 上官集團和 肖家比如何 擁有上官集團的上官家 林鄭鄭晚虹 雖然比 肖家略先一筹 但是也是竞争頂級世界一呀 很好 如果能跟上官集團合作 對付肖家 有多景點 是 然後你看 這個就是上官機場的總裁 上官雅柔還挺亮的 是挺漂亮的 但就是高冷了 那你趕緊去派人談個性 好了好了 我現在就去 女神綁定成功 目標上官雅柔 可觸發隱藏獎勵攻略成功 將獲得十倍返還什麼 十倍 啊啊 我剛剛想起 這份如此重要的活動 我們應該親自去 來 把地址 嗯 換個朋友哎呀 把地址發給我 先走了 你好我找孫逢 有預約嗎 預約 應該有吧 什麼叫應該啊 有沒有回去弄清楚再說 你以為我們上官總裁很閒嗎 什麼人都能見 你們上官集團對待客人 就這態度客人 你算哪分聰明啊 穿得跟乞丐似的 你這種人啊我見多了 趕緊滾 要不然我讓馬安把你請出去 我是來談很好的 如果不相信的話 我可以聯繫上官總裁的秘書 他一定知道 我說話你聽不見是嗎 趕緊滾 馬安 馬安呢 怎麼了 你們幹什麼吃的 食物都放進來 把他給我掙出去 你若敢把我趕走 我保健一定不要 是 我是會後悔 我後悔跟你這種廢物說這麼多話 馬安 把他扔出去 你藏了上官集團的地板 先生請跟我們出去吧 可能回家 密書大人您來的正好 這個人冒充客戶說要見總裁 我正要把他扔出去呢 談合作生意的 你是 我是王朝集團的代表 王朝集團聽都沒聽喝過 馬安把他給我扔出去 你給我閉嘴 密書大人你打我幹什麼呀 我只是把這乞丐趕走啊 乞丐 他是上官總裁的貴客 你要趕他走 你說你該不該打 貴客 這不可能呀 狗眼看人低的東西 你 被拆除了 馬上滾 密書大人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 密書大人 托腦 密書大人 陳先生非常抱歉 讓您受驚了 沒關係 總裁還在樓上等您 請跟我來 有了 三國總裁 集團一級的投資配置 如今超一半的標的公司暴力 破了安全紅線 投資都達了水平 如此嚴重的投資事 你又該如何解釋 幾位股東 我已經找到了新的有實力的合作 既能解決我們的金融危機 又能為我們集團帶來新的效益 新的合作方 誰呀 總裁客人到了 姓名上官雅柔 人質95 好感度0 主委 我向你們介紹一下 這就是我們新的合作方 王朝集團的 全天決心 什麼王朝集團 根本就沒聽錯過 三國總裁 你要是再投資之後 五米公司 總裁的位置 我要挪一挪位置 諸位 王朝集團的實力 我是驗證過的 他一點也不輸那些老牌公司 是非常有實力的企業 這不怎麼這樣 之前的投資決策 也是一支架數 如今而虧的一趟 這次 你相信你了 諸位這點請放心 其他的不談 上官總裁 和王朝集團合作 對我們上官公司 有什麼利益呢 這 我剛剛近來的時候聽見 你們上官集團 第一次投資配置報名 那有人回來 如果 你們上官集團 跟我們王朝合作 我可以讓上官集團 第二次投資當中 除拉平第一季度虧損之外 還可以賺取 200% 你知不知道 兩費定論 加前一個季度的虧損 就是100億的打擊 你要是真有這個實力的話 你為什麼還是一個 沒有名氣的小公司 既然如此 我們打個賭 賭什麼 就賭這些股票的賬 如果我贏了 我要讓你們無條件 答應我 要讓你們無條件 有點意思 我跟你賭 如果贏了 我同意跟你合作 不過 要是你輸了呢 這個卡里邊有100 如果我輸了 這裡邊的錢 我便無條件捐獻 此話當真 當真 等等 我們要查一下 你有沒有這麼多錢 如果說你要是在殺法 好 可被封殺吧 請便 電資成功 卡里確實是有一百億元 一百億元 這可不是隨便一個小公司 能拿得出來的呀 我說了 王朝集團的實力 我是驗證過的 不過陳先生 沒必要這麼賭吧 我會說服他們跟你合作的 那怎麼行 你願意確定 不賭啊 以後再也不進 三萬巨頭的門了 請 郭管總 這個賭約 刺我給你 那我就有百分之百一百 那你先行股票吧 系統 我大話可都放出去 你別告訴我 萬能商店裡 沒有可預言股票的東西 當然有 股神之眼 可以看到股票漲跌 一億女神基金 來著 就他了 兌換成功 股神之眼 啟動 不說不說 這匣子 想不贏的 就這幾個吧 哈哈 這可啊 就是沒人要的垃圾股啊 靜止下降 不止一年了 看來啊 這本一啊都是我們的了 程老闆 你要不要再好好考慮一下 感謝上官董裁的好處不用了 我選的這三支股票 是這里邊最好的 沒有再挑的比喻 怎麼來勸不勸啊 要是我們送錢 開心還來不及呢 哪有難的道理 別說我欺負你啊 你準備好 把錢交給我吧 我倒是想 但事情可以 你看著便是 看看你這三支垃圾股啊 能長幾毛錢 小子 你這幾支垃圾股啊 都跌停了 鎖定了 你就看著吧 時間還沒到啊 程老闆 你到底哪兒來的自信 上官董裁 不如 我們打個小賭如何 什麼 如果我贏了 你請我吃飯點事 如果我輸了 要求你隨便提 現在還有時間開玩笑 等你贏了再說吧 小子 半個小時啊 閉嘴的 這支股票啊 就是大樓機先來的 救不了你了 時間差不多了 什麼 總裁 剛剛獲得最新消息 房產新證公布 直接影響了房價的增長和需求 煤炭方面 國際煤炭市場緊缺 我國煤炭出口訂單持續增長 另外半導體方面 剛剛公布了多項重大研究突破 看 這什麼可能 國犬的三支股票 已經全部漲停 遠遠超過你們所謂的三支股票 看來 賭業是我贏了 陳先生 你怎麼知道股票會漲 直取 對了 盛管小姐 別忘了我們約定 都記得 送我吃飯哦 我可沒答應 上官雅柔好感度上升二十 目前二十 怎麼可能 三支全部漲停 這股塵奶奶做不到 家伙到底怎麼回事 那我便無法 好了 既然我們該履行你們的約定 公布 好呢 合作一塊 合作一塊 我們該履行 你也該履行 你該履行 職員 哪有收心 哪有 能不能救我了他就看你了 肖佳你你把肖佳怎么了 过来你就知道了 混蛋 陈先生你是出了什么事吗 是有个事情 京城肖佳 肖凌天把我朋友抓走了啊 京城肖佳 竟然得罪了京城肖佳 为什么找错 总裁 立刻需要合作 上公总监 你可是肖天子肖凌天的未婚妻啊 你现在和肖佳的对头合作 你将会给上公集团带来 无妄之灾啊 都别说了 签合同再签 陈先生已经是我的合作伙伴了 现在让我取消合作 伪约金你们出吗 什么 你是肖凌天的未婚妻 家族联姨而已 那家伙不知道害了多少个女孩 要是可以的话 我真不想嫁给她 好了不说了 你有什么事 我都可以帮你 住 Your Is 谢谢 哟 這不是陳天子娃們 怎麼來京城 嗨二位好久不見 我聽說你的女人被香大少爺抓了嗯 可惜啊 你這種貨色連拍賣會的門都進不去 你的女人不嫌漏 葉江湖 我本以為你有心回憾 沒想到你暗中勾結蕭靈天 葉莉莉不愧跟你是一家人 滿門人渣 我就不應該過夢 只能說你沒抓住機會 我們攀上了蕭家 拿到了拍賣會的門票 我就再給你自己 跪下爬過來舔乾淨我們的鞋 再狗叫幾聲 會說本小姐心情好就帶你進去了 這樣你的女人或許才有救 你說什麼 她做夢了 那你就去死吧 保安還愣著幹什麼 把這賢家人的給我趕出去 別葬了蕭家的門面 等一下 除了邀請函 應該還有其他禁 我不相信蕭家 會一張一張發邀請函 你還真說對了 有京城頂級勢力背書就可以 可你小子或許能在省城 混得如如河水 可這裡是京城 我勸你還是哪來的滾回哪去 頂級勢力 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啊 京城的頂級勢力會管你那些沙拉密嗎 那可不一定哦 喂上官總裁 麻煩你幫我個忙 我想進蕭家推銳 上官總裁 難道是京城的上官集團嗎 沒錯 你可別把我給笑死了 先不說上官總裁會不會幫你 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可是蕭少的未婚妻 我當然知道 知道還在那邊說大話 笑誰呢 我說不說大話 他來不來不就住了 別在這裝神弄 忙呀 把他給我扔出去 上官總裁呢 上官总裁 三位 上官總裁真的來了 可能嗎 這巧合了 他媽怎麼可能認識 瞅我欣賞 哈哈哈 我就說是巧合吧 他在那裡 你不是想知道你 你不是讓我帶你進拍賣會嗎 還站在那幹嗎 他們倆竟然真的認識 這小子當就是我來的 那秦先生這這這這都是誤會 誤 我可不認為這是誤 保安 我不想看到這兩個人 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相關董臺 謝謝你 我是我的合作夥伴 幫你自然是應該的 為甚麼蕭家的販賣客站 蕭林天把我的朋友抓到這 明白了 有什麼需要儘管提 多謝 現在交給我了 相關董臺 你身份證書 還是暫時不要弄你了 放心吧 我早就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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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上關董臺 來 臨歷居民蕭家發肥會正式開始 這是肖天際的兒子天子蕭林天吧 這次拍賣會以後他來主持吧 是的 這次拍賣會可能有不得了的寶貝哦 諸位 我是蕭家長子 今天的第一位拍品 將由我來為大家主持 保證滿足大家的一切期待 小大嫂這第一件派品是什麼啊 來吧 這是不行啊 不會是小大嫂大嫂 小大嫂快點揭曉吧 我們迫不及待的看看是什麼過色了 這第一位派品是一位 美人 有有 天泽這就是你的朋友嗎 沒錯 沒想到蕭龍天這個 無法無天到這種地步 敢販賣人口天子不要慶祝妄動 這裡都是肖家的人 我們先把你朋友拍下來 然後再多打算 人家 之後先去 要不要送這底價是多少 底價一千每次加價不低於一百萬 我出一千五百萬 我出一千八百萬 我出 一 這是哪家的大佬啊 這麼豪盛 都給我完美各種女人 不值不值啊 恭喜這位先生一個獎 拍下第一位 一手交情一手 一手 少爺 李懿沒問題 好 這位先生 那這個女人的便歸你 等等 我嗎 我怎麼看你有點面傻 面具摘 不好意思 既然我是戴面具 就有不方便摘他的 限量 這位先生 若不是以真面目使人 那就能通緝 要不就是跟我肖家的仲 今天這面具你必須摘 肖家拍賣 就是這麼招待貴賓的嗎 大家平平臉 這是肖家做生意的態度嗎 看到沒有 我肖家的精誠 可是說你無二的 沒有人敢擁 今天這面具 我讓你摘你又 是我幫你還是你自己的人 好 陳天泽果然是你 肖靈天不是你讓我來的 天泽哥哥 小雅沒事了我走 站住 沒想到你 看來我是小哥 你以為這麼容易 就把小雅埋葬 還賣劉承諾功夫 我為什麼不賣這個 那就跪下來 給本少科一百 再喊一百聲也也饒你 小雅 早晚有 一位小姐 讓你今天的 付出代價 這小子進在微信中間 不要命了 完了 特地完了 天生怒 萬物就不要 你算什麼東西你敢這麼跟我說 我讓你奉得到信 不是我弄死 而是我讓你感受到絕望 再絕望 來人 給我撒斷他腿腳 是 是 這不是上官總裁嗎 他怎麼也來了 苗柔 你怎麼會來派辦會啊 放了他們 你說什麼 我說放了他們 為什麼 你跟那廢物到底什麼關係啊 那跟你沒關係 你要是不放了他們 我就毀掉婚約 什麼 你要為了這個廢物 跟我鬧到這不田地嗎 一句話放還沒胡放 好小子 算你命好 讓你多活幾天 我媽 小一天 記住我公單所說的 肖家 是 小雅 剛才 他跟你所做的一句 都會一 嗯 宋小雅好感度達到一百 獲得反線一百一十一億 好感度滿了 感謝肖靈天啊 作為不好的 我會讓他安心上路的 牙签離嘴的東西 要不是雅柔後 明年之音 就算他中年 雅柔 現在你滿意了吧 我們結婚之前 你都不能動 否則 我就跟你回婚 肖天子的未婚姻 竟然在他的面前 或者其他男人 這可是大希望 還把密室掃打聽 會掉腦袋的 混蛋賤人 讓我再這麼多人進去 瞅瞒看我怎麼滑 還有 本生是老弄死 他傷的太嚴重了 我先派人生去醫院吧 放心 醫院是上官家的 肖家動不了 麻煩了 上官總裁 就信你 你幫我 你是我的所作伙伴 你倒了我們誰會破滅 集團必定是彈劾我 上官集團必定會被拆分 所以 我們是利益共同體 利益共同體 那好吧 上官總裁 我保證會讓上官集團一個月之內 過 你怎麼會黃 沈串 你不會開玩笑吧 正經事 從我不開玩笑 那我就期待著了 您就安心做辦公室吧 一個月之內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对 不过他的长相 人品都比小林天好 要不跟他联姻 对对 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呀上官雅柔 上官雅柔好感度上升二十 目前四十 这都弄着好感 多加宽博集团一 等了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集团的市值 另外还有上官集团 对呀 以我们现在王朝集团的事 也不消价 不守可 很好 那我就安心了 我们我的身材动手吗不 这样让他灭亡 太便宜了 我要让他一步一步 再好再让你 喂 上官小姐 天泽你真的做到了 上官集团一个月的利润翻了三倍 我说到做到 太不可思议了 对了 你上次答应我的事 还算数吗 啊 我还欠你一顿饭呢 是这样 今天是我生日 你有空吗 那不是说好感 对婚女神经的好机会啊 我等一下就过了 好的 那我等你 你这样来啊 熊野 女孩过生日 做什么你 我还问珠宝受服用的 我知道这样也不错 珠宝吗 小春 我去安排一下,馬上給你取來 請稍等 不好意思,您先請 老闆,來,坐 不好意思,您先請 老闆,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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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身體,老闆,來,坐 我知道,老闆,我就是要出這個 今天必須要搞定這個這一套 那您再自己來這吧,先走了 真漂亮 雅柔肯定喜欢 别碰 碰坏了 对不起 你凭什么时候赔不起 这款是红宝石 一千万 你买得起就赔得起 你一个跟班 装什么老大 我 才一千万 我还以为多少钱 这手势不要了 投你个跟班 你完蛋了 你今天要是不把这摔坏的项链钱赔了 你别想走出这个门 我还会 明明是你请坏的 这怎么回事 是他 他买不起非要碰红货的项链 还把他摔坏了 是我要买下 不让我还跟我拉扯 明明是你拉扯坏砸坏的 你买 你这副穷算样 也配买得起一千万的项链 你要是不想被熊爷准死 赶紧回家卖车卖房吧 这位哥们 熊爷是我们的VIP 咱也不坑你 就按成本价 你就赔个 五百万吧 不是我砸坏的我平心 还狡辩 保安 保安呢 快把他拉走 这位哥们 你就说赔还是不赔 我说了 不是我弄坏 我不赔 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赔是吧 赶紧把他按住 打断他的腿 你们要是敢动 我保证你们贵后 你们最好先考虑清楚 店长 别听他胡扯 打断他腿 我们不告诉熊爷 已经是对他的人死了 你不告诉熊爷 我告诉 喂熊爷 我要收购这件珠宝店 这怎么了 为什么 没位置快点快 你精神正常吗 收购我们店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太好笑了 你睡醒了吗 看来就是个疯子 赶紧上打针纵众伤没事 不要影响店里生意 是是住手 老板 您干什么你啊 老板 他摔坏了我们店里一切价值 一千万的红宝石项链 红扣还耍来不想赔 我们正准备教训他 你是老板 来的正好 收购的事情 知道了吧 臭小子 在老板面前还想装老大 找咋 去 老板 是他弄坏了项链 你为什么打我 现在这个店已经被陈先生收购了 别说是打坏一些项链 就是把整个店都砸坏了 也没问题 你算是什么东西啊 对我们陈先生不敬 什么 他真的收购了我们店 陈先生 不不陈老板对不起对不起 呃我有言不是泰山 不认识您这尊大伙对不起对不起 现在 你还承不承认 这个东西是你摔坏的 陈老板 饶了我吧 对不起 我我没看出来你不是想跟班 对不起对不起 饶你 可以啊 你就一辈子吧 什么时候还满你钱 我就饶给你 店长 嗯 满了 咱们 下旁火 腿 老板 店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适合这么多 said 您别叫我老板呢 您現在是我的老闆 別人無手人之前是做 中華設計的 你叫我老婆都行 如果是送女生的話 我手上正好有件寶貝 銀河之链 應該是 您稍等 果然很漂亮 價格不非 如果用錢來合理的話 這此物就是無家 這太貴重了 我不能 不不陳老闆 這是我設計師生涯中的最後一件作品 對於我來說當然是無價的 不過比起我自己留著 送給匹配的人 比如老班寧 才能完全適合他的價值啊 那銀河之链 我收下了 我這卡里有十億 雖然比不上銀河之链的價值 但還是請你收下 十十十億 上午眼儿的時候 我知道了 公子你來了 雅柔生日快樂 雅柔 不介紹一下 啊我朋友陳天泽 陳天泽 該不會是之前大鬧消架拍賣會的那個陳天泽 沒錯 是我的 雅柔 幹嘛把這種人請到你生日宴上啊 你不知道他之前 可是把姓戴上 你覺得稀稀的 我生日叫什麼人來 跟他消靈天什麼事呢 先坐吧天泽 宴會一會兒才開始 雅柔 生日怎麼不叫我啊 禮物都給你買好了 雯天泽 你怎麼在這 我為什麼不能在這 雅柔的生日宴會是你這種低等的賤賓能來的嗎 簡直污染色的空氣 我生日叫什麼人來關你什麼事啊 我又沒叫你你來幹什麼 我是你未婚夫啊 當時還給你過生日了 這是我突然從南非花五億買來的龍雪座 你若喜歡 把他做給你 不愧是肖大上一出手就是你一文級別的大手臂 呦 你小子也買禮物了呀 不知道從哪製作逃來的 地攤倒不至於 不過 確實是在珠寶店呢 珠寶店 那頂多是以千萬為幾 你拿什麼跟蕭少比的 在京城能跟蕭少比的人 不可算 那就給大家打來看看吧 是什麼垃圾火 雅柔 這是我送你的禮物 銀河之戀 銀河之戀 這不是頂級設立大師 無守仁 吳大師的封山之座嗎 銀河之戀不是無價值吧 怎麼會在塌呢 天澤 這是你送我的生日禮物 雅柔 只要你喜歡 不不不 這太貴重了 我不能收 雅柔 你可別被她騙了 這條項鍊 肯定是假的 假的 這傳奇的設計師曾說過 這封山之戀絕無怪人 所以這條項鍊是不可能能買到的 一定是假的 對 柔柔 看你請的都是什麼人啊 這種人在你生日夜會上送假貨 他根本不配待在這 給我滾出去 天澤送我的生日禮物 就算是假的我也喜歡 你們要是再侮辱天澤 就請離開 跟刀種躲女人深厚 小柔 你放心 我有辦法證明這銀河之戀是真的 你拿什麼證 喂 吳大師 您送我的銀河之戀 這銀河之戀是真的 麻煩您過來澄清一下 呦小子 挺能裝了呀還什麼啊 吳大師過來澄清一下 好啊 你算什麼東西你也配啊 就是 吳大師年少時 可是珠寶界的青年才俊 後來成為了泰斗 就算封山那也是隱世高人 你算什麼東西 信真的 你這牛皮吹得太過了 讓他過來幫你證明 看你什麼見官才不落淚 都死了你 呃 吹不吹等一下你們不就知道了嗎 哦 我就在這等 今天武打師要是不來 你要不斷哥不斷走 都不要從那走出去 有我在笑靈天 你別想動天責 上官雅柔 你的未婚夫可是我出入戶的 那又如何 你夜夜深給我從未管一 你也管不著我 你什麼意思啊 你要是不滿意 隨時可以退婚啊 見 給我等 等我取胖 看我怎麼玩 上官雅柔 你記住了 我消解面你上官家 我今天就給你面子 給這小子 如果吳大師不來 我必打不住 你 放心 吳大師肯定會來 嗯 十分鐘到了 還不來人把這片子給我拖出去啊 吳大師 他竟然真的來了 吳大師 你來的正好 有人拿著你的銀河之戀 還請你看到我瀟漿的面子上 一定要戳穿他 吳大師 還請您如實相告 我上官家定會保利 沒錯 這是銀河之戀 就是我送的什麼呀 這小子受了 竟然是真的 無所人 我勸你得好好看清楚 肖大師 不管你是怎麼想 他就是真的 我自己 不會砸自己的招牌 好 本帳記住你了 肖大師別激動 眼神影響判斷 我這邊有一個好的眼科醫生 你想想死嗎 肖靈天 我生的不是你胡鬧的地方 這裡不歡迎你 帶著你的禮物趕緊離開 還有我正式通知你 我們的婚約取消 你說什麼 你可知道你說這句話的後果 為作文總裁之位 上官家的話語權也更重 所以取權婚約 自己能說的算 好啊 你們一個個都放小彩 這個人走 我一會讓你後悔的 我走 文哲 謝謝你的名字 我特別喜歡 上官雅柔好感度上升到八十 你喜歡就好 雅柔吳老闆 我剛才忘掉婚女 混蛋 還有上官雅柔這個劍 我要讓你生不如死 來人了 少爺 愛我 我要對上官家發起總 我要上官來破茶 總裁大事不好了 怎麼了 蕭佳對我們發起了商業攻擊 我們集團的產業 都遭到了蕭佳的打擊 所有股東們都開始撤資 股票跌停 上官集團 眼看就要破產了 你說什麼 喂 雅柔 是 蕭靈天 怎麼樣 送給你的禮物還滿意你 蕭靈天 你混蛋 沒錯 我就是混蛋 上官雅柔 不想讓上官退場 那就來郊外的專業槍 你只有半個小時 否則我讓你上公機 被車去郊區 是 陳先生 您帶著裁員呢 陳先生 蕭佳對我們發起了攻擊 總裁接到蕭靈天的電話 去蕭佳郊外莊員了 把電子給我 上官雅柔 你很厲害 還有跟我退婚 現在不是你上官家破產了 還不是來求我 小靈天到底想幹嘛 幹嘛 看到這條路沒有 從這個樓梯爬到那個露台上 我就放過你上 你怎麼做不到 那等著你跟你的上官家一起 去那邊 等等 我坐 爬快點見人沒吃飯呀 你說你要是早跟了沒什麼 哪至於遭這份罪 都是你自找 接人 我 怎麼 堅持不住了 他之前的承諾 不 上官家 不 可以 小林天 我爬到這兒按承諾 你必須放過我上關鍵 上關雅玉 你真以為我會放過你上關鍵 哈哈哈哈 你被耍了 小林天你耍我 你真以為我會放過你上關鍵 耍你又怎麼樣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 我就是要侮辱你和你 這就是你能用一個本身的代價 你混蛋 雅柔 既然來了別想走 你要幹什麼 你不是很高嗎 還要跟我退婚 好啊 那今天就把你省給我的手下 倒數視頻傳到網上讓大家看看 神聖不可欺負上關雅玉 至人國不敵 你不如殺了我 不可能死 放心 我要慢慢慢慢的把你逐人死 我用你死 就輪不住 放手你死著 公子 陳天泽 你怎麼知道我 不過你來也正好 那就讓你親眼看看 我是怎麼慢慢 再怎麼做你 小林天 你反感動眼 如果今天讓你死無全世 全是 全是 你小子哪來的勇氣這麼跟本少說話 憑本少一句話就能讓上官 在京城本少就是你算什麼東西 別 換了紙片 就憑你 好啊 那本少讓你見人見人厲害 我做啥 公義莫蘭西臺總裁 公義貌義臺總裁 我做啥 不施兩位總裁大帳風 今天我們來是給蕭大少送 陳天泽 聽到了 莫羅湖鳳一湯頭給本少送你 你拿什麼肉 你怎麼不問 他們給你送的事是 你什麼意思 我們給蕭家送中 膽敢得罪王朝集團的陳老闆 小家今天必須除名 王朝 因為這個三輪 出我小家的名兒 三輪 不好意思 就在幾天之前 王朝集團的陳老闆 我為了風 就是為了讓你去吧 你不是這樣讓你蕭家錢 我為你 我就成全 這些 愛你狗命的定睛 接下來 我放心 我會一天一地 慘遂消遣 拜託 為什麼 我會出來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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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關雅柔好感度達到100 宿主已成功攻略所有女神任務完成系統 註銷中 註銷 憲哥 不要 你們 怎麼在這 我這兒怎麼了 肖家怎麼樣了 肖家已經被除名了 你在中原突然暈倒了 嚇死我了 細膽突然入胸 陳憲澤 你可以啊 處處留情處處情 這麼多名字迷着你 今兒你必須選一個 說吧 選誰坐牢 我選 是嗎 那我選 我選 我選 你 陳天總 不放下 啊 啊 歡迎訂閱蛟龍短劇 每日更新